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脚踏实地行而不错 在光影之中投射自我 荧幕内外都是主角 实至名归 看一个人的获奖集提名 是否实至名归 应该怎么看 一看除粉丝外是否有真正的路人认可 有路人认可的讨论度一般都低不了 二看是否所词条 不敢让人讨论的奖项 你们说该怎么看 三看对该角色的评价 除热应期外 角色的常委效应有多少 三点一起看 就大差不差了 王一博既去年评电影无名 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之外 今年再评电影热烈 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怎么看 都是实至名归啊 电影热烈中的陈硕 既提名金鸡奖最佳男演员之后 再次获金鸡奖提名 怎么不是对演员王一博本人的认可呢 热烈的是陈硕 热烈的是青春 热烈的是那个永远不言放弃的王一博 热烈的是所有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我们 热烈的是一直努力 就会成功 再次恭喜演员王一博 所有的一切 都实至名归 茫茫叨叨一上午 看到王一博被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消息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今年金鸡奖的任何情况 虽然去年就说电影热烈在今年的评奖期 但确实是也没刷到什么消息啊 这突然的惊喜可太让人上头了 电影热烈中的陈硕是不是男主角 还用说吗 双线双男主的设定 并驾齐驱 各自撑起了影片的半边天 去年电影无名为什么是爆的男配 不过是一种爆奖策略罢了 任何一个看过电影无名的人 谁敢说叶先生不是男主角 电视剧追风者 有且只有一个男主叫魏若来 这是该剧利益之本 是让大众红得可怕的根源所在 可别偷换概念说什么双男主 丢人 王一博不仅在影视剧中是主角 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借一句话 热烈的不是青春 是怀揣热爱一直向前的我们 感谢认可 演员王一博脚踏实地寒而不错 在光影之中投射自我 在荧幕内外积累沉淀 电影人 于什么时候上 这样我们又可以阴光影相聚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